在日本央行会议后 欧元日元货币队发生了一点小的变化 即将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该货币队的是瓦萨塔瓦 你好 你的一个月的预测价格是132 那么日本央行决议会对此有什么影响吗 市场对于日本央行10月份的会议结果并不感到惊讶 既要公布之后 日经指数以及日元对美元均一度小幅走高 随后持续波动 当然这都是因为央行最新的动作 所以从技术层面上分析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该货币队在9月份下降达到了132.23的水平 随后当月会议后又下降到了131.8 而从4月份的低点到6月的高点 该货币队的涨幅为16.1%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似乎结果还不错 但是欧元短期内的走势 对该货币队的影响还是较大的 而日本央行继续实施着他们的QQE政策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该货币队的下降的因素 未来可能会高于132 你对于该货币队的三个月的预期是136 那么这个预测会受到欧洲央行债券购买计划 以及欧元走势的影响吗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的时间里 会做出哪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了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而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一下 欧元美元未来的走势 另外一个方面 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而在12月份我们就会看到 欧洲央行对于他们的QE计划的未来规划 这显然对于欧元的价值来说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日元货币队的价值 经过了连续下跌以后基本上低于125 可以确定的就是欧洲央行在12月份 继续扩大宽松的话 将会使欧元出现小幅度的贬值 但是这也要看日本央行在未来的政策将会是怎样的 我认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欧元对日元货币队的价格将会来到136左右的水平 那么你对欧元日元货币队未来一年的预测又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年里 欧元的反弹速度要比日元的反弹速度快一些 这一点你可以从日本央行公布的通胀前景的预期中看出 日本央行下调了对2015年以及2016年前六个月的通胀预期 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油价的走低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 其中油价对于日本通胀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油价持续走低将会继续影响到日本的物价 如果这样一来想要提高通胀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凭借着对通胀的预期 日本央行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他们的QQE政策 而在2万日元的基础上选择继续的扩大规模 这也就是说意味着日本央行将会继续的买入更多的债券 以此来实现物价以及通胀的目标 这也就表明了他们对于2%的通胀目标 其实没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我对于欧元日元货币队12个月的预期是140 好的 感谢您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预测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